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an 陳卓妍一踏入2022年 先後推出兩首甜到爆的情歌 《劉一天與你喘息》和《God Chill》 而第三首solo Distant 亦在7月15日正式派台 MV上架不夠一天 已破30萬點擊 今次他身兼曲池監唱四職 實行憤身向唱作歌手這條路進發 不過Ean自爆 做這首歌時有段小插曲 這裡中間都有些小插曲 就是一作完的時候 洗澡、睡覺前又聽 起床擦牙又聽 但我聽的歌是Demo 我錄完之後 Mix 完、Master 完 我少了聽 然後我就很認真地聽幾次 想一下為什麼 原來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自己唱得不夠好 然後就怎樣呢 雖然有Mix 了 又Master了 但我重新唱過 重新錄了一次 重新再Mix 重新再Master 在這裡和合作單位置協 因為都麻煩了別人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有一些東西 一天未面世 我一天還有空間可以進步 再做好一點的時候 我都一定要做到 一個最好的版本出來 所以前陣子就在工作這件事 到現在 大家將會聽到的這個版本 我覺得是 又好了 今次新歌故事 講一段關係越走越遠 由傷心去到不懂反應 再說服自己要move on 所以在MV裡面 Ian都沒有什麼情緒起伏 一直pocker face 還不時關上房門 開他自我保護帽 在現實中 他亦因為表情不夠豐富 而被人誤會 其實呢 我…我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 都會被大家誤會 我一無表情的時候 就可能覺得我 在生氣 不開心 或者所謂大家俗稱的黑臉 但是 其實又不是的 我可能 我自己我真實 我經常都發呆 我經常都放空 我又可能 不是有什麼情緒 也不是做什麼 我純粹是 可能在休息 自己的狀態 但是 至於收藏自己 其實… 首先 我又不覺得 收藏自己 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人 就是有外向和內向 一個內向的人 又不代表他很刻意 要收藏自己 是一件壞的事 而是… 本身就是他的性格 其實無論其他人怎麼說 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HALOS一定支持你的